魅蓝6深度评测 夏季 拍照方面 魅蓝6使用的是一颗1300万像素相机 搭配5P式镜头 F2.2光圈 配备双色温闪光灯 支持PDF相位对焦 就参数而言 魅蓝6的相机在同价位手机当中属于主流水准 在上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魅蓝6依旧使用了圆润的边角设计 虽然整机尺寸相较于上一代 魅蓝3有所增加 但这一设计使魅蓝6依旧保持了不错的握持手感 另外 魅蓝6的机身厚度为8.3毫米 这样一个轻薄的机身内容纳了307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 据官方称 在中度使用情况下 魅蓝6可续航一整天 应用方面 作为新一代的魅蓝手机 魅蓝6使用的是和上一代魅蓝5相同的MT67508核心处理器 魅蓝已经是连续三款手机使用MT6750处理器了 在普遍性能过剩的现状之下 魅族或许认为 这颗处理器能为魅蓝6的目标用户而言是够用的 在这一部分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颗处理器 看它的技能表现 在目前的硬件性能排行当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在安兔兔跑分测试当中 魅蓝5取得了38781分的成绩 在此前该处理器的评测当中 我们曾将MT6750与其定位相近的骁龙616进行了对比测试 从跑分成绩来看 魅蓝6使用的MT6750在性能表现方面有一个优势 对于日常使用物很满足 相较于上一代MT6735 其性能提升了约30% 另外联发科MT6750在功耗方面的控制非常不错 配合魅蓝5 30070mAh用辆电池 以及Flyme的省电优化 达到中度使用 续航一天表现应该不成问题 魅蓝6采用了30070mAh的电池 同样使用了低功耗的MT6750处理器 加上Flyme的其中不优化 在续航方面还是非常出色的 魅蓝6采用的是1300mAh小速触感器 通过细节可以看到魅蓝6的解析力还是比较一般 毕竟魅蓝6是一台入门级别手机 和中高端产品的摄像头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和中高端产品的摄像头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白天亮度足够的环境下 可以看到魅蓝6的层子感丰富 照片更扎实 颜色非常鲜艳 光线充足的情况之下 拍照效果有一定的保证 魅蓝6在细节表现上中规中矩 毕竟魅蓝6是一台入门级别机器 成本限制了魅蓝6的承载器 在测光和白冰棚方面 魅蓝6也是有一定的改善空间 夜景方面 在小场景表现的比较理想 细节可以很好的表现 光照光暗过度自然 但大场景之下 魅蓝6的夜景拍照效果并不理想 噪点较多 并且有较强的通膜感 当然这需要魅蓝6进行进一步的调教 改善摄像头存在的问题 总结 魅蓝6在外观设计上 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 带来了更加美观的设计 以及金属质感 也将巨蓝酸纸外壳做到了极致 魅蓝6拥有更大的屏幕 以及更大的电池 作为入门级的手机 魅蓝6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 当然699元的售价 也是具有不俗的性价比 魅蓝6作为魅蓝最低端的入门级别产品 背负着魅族开拓百元级别市场的任务